27、28日,TWICE正式登陆日本最大的体育场,日常体育场 可容纳7万多人的露天体育场作物虚席 为第五次世界巡演,画上了完美句号 此外,演唱会上,紫瑜带来了大众爱的经典抒情曲《星象一》 台下,紫瑜妈妈、表妹和艺人闺蜜Elkie也到场支持 而在演唱会尾声,萨娜紫瑜更是激动落泪 紫瑜向歌迷喊话,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活动 万思之后,姚一直一直跟我们一起哦 让全场粉丝粉看不舍 至此,TWICE成为了首个在日常体育场举行公演的海外女性艺人 为KIPA历史写下了新的记录 事实上,日本寒流自2012年后一直停滞不前 一部分人甚至出现了反寒 但是以TWICE,BTS为重心 以新寒流命名的第三次寒流,在此迎来了活跃 特别是TWICE在日本出道的2017年末 出演当地最高权威的年末音乐节目NHK空白歌会 成为了热门话题 当时,是韩国歌手时隔6年再次出演红白歌会 此后,韩流再次打开大门 让TWICE成为了引领日本的韩流主角 此外,随着TWICE第五次视频的结束 从去年4月以来 TWICE全球共动员150万人 横跨日本、北美、澳大利亚、欧洲、东南亚和南美等地 其中,大型体育场占据了19个 当中更是有两场是超过7万人的日常体育场 不断展现着出道9年仍持续成长的强势尽头 爱的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